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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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的凤凰军机处 刚才在我们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大概是在2022年到2027年之间 270多亿的这样一个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申请的巨额拨款 所以我想问一下少女士 那这个拨款在他们整个这五年的军费比重当中占的大不大 差不多应该说美军现在每年的军费开支大约是7000亿美元左右 就有的时候可能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 那我们看呢这个270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它出于5的话就是一年可能就是50多亿 那除了正常的开支之外 现在呢印太司令部又多申请这么一笔拨款 实际上可能对于其他的司令部来说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 所以从这点我觉得可以看出呢就是印太司令部的地位 它现在在提高 就是它的重要性现在非常突出 然后军费也是比重很大 我们看到日本媒体称呢 美国这个巨额拨款其实是想要在低岛链打造一个反华的导弹网络 那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反华导弹网络 它的建立会很容易吗 就是它涉及到各个国家 有哪些国家参与进来 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在第一岛链 它其实主要是依靠海空军 比如说它在日本本土在冲绳 它部署了很多的海军和空军 但是它认为呢随着中国的军力的发展 特别是中国导弹的发展 它认为这个海空军肯定已经不行了 那现在美国陆军实际上是很积极的 要打造一个这种所谓未来远程精确火力打击项目 以陆军为主体要构建这么一个导弹网络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陆军 它目前就是可能在2023年就会部署的一个所谓的导弹项目 就是它叫战略火力导弹 那这种战略火力导弹呢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就是它在这个一般的导弹上面装了一个高超音速弹头 然后使用的是助推滑翔技术 那这种导弹呢 它的射程就是最低是500公里 最高可以达到2250公里 就这样的一个导弹 所以说它的那个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 那美军可能未来会在冲绳部署这种导弹 但是我们现在看呢 就是仅仅这样的一个战略火力导弹可能还不够 就是如果你仅仅有这种导弹 那你可能在未来五年 其实你部署的规模还是相当有限的 那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项目 比如说美军其实也在发展陆基的战斧 还有呢就是它用靶弹在改造这种弹道导弹 就是普通的弹道导弹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第一导弹就是这样 比如说有比较传统的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 还有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但是呢现在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能不能部署下去 比如说日本会不会愿意接收 你在这个地方部署中导 我觉得这可能是它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可能武器的问题还是次要的 明白 就是它这个导弹网络并不是砸钱就能建成的 对因为你还有人愿意接收才可以 你在第一导弹能不能给你的导弹安个家 我觉得这个比导弹的发展本身 对美国来说更有挑战性 我们知道在大国博弈 包括大国的一些言行一致的问题上呢 如果前期和后期出尔反尔 包括自己的言行不一 反而是让别的国家看了笑话 我们关注到最近的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 他就是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罕见的公开站队了 但是不久呢他又公开的道歉了 道歉之后呢 我们看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然后近期在东京的小力圆珠岛联合 美国的这个海岸警卫队 然后巡逻船 他们进行了一次联合的演习 那这样前前后后的反转 到底上演的是什么样的戏码 王先生 就是我们从这个美国 它的一项的策略上来看 其实美国在像这种 涉及到主权问题上 它是比较狡猾的 它其实它的一贯的策略是 它是不会明确表态的 因为它要留下很多的这个就是弹性的空间 但是呢 它又要推动很多国家之间呢 就是发生矛盾 增加这种地区的张力 而它更多的是 其实美国一直呢 它也要避免说 它自己被过度的 过深的被卷入里面 但是这个里面 它也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最近这几年来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 确实在发生变化 包括美国的很多智库和美国的研究机构 甚至美国军政内部的很多人 其实他们最近就在讨论说 要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 比以前做出更有力度的一些举措 这些举措当然是 它是包括要绷紧这个中日关系 给日本打气 它有很多这个想法 那他这次发言的时候 他也许是这个平常有可能说的太多了 结果就说出来了 但事实上这个里面就是 我们还是要看到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确实是不管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其实这个不重要的 就像刚才讲的 关系是他怎么做 这是值得我们后续关注的 那在这次联合的演习之前 日方的媒体就宣称 日本是可以向中国海警船进行危害射击 那什么叫危害射击 给大家普及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违反了他的法律 然后他就可以对我们警告 然后就可以如果警告无效 那他可能就会真枪真刀的射击 他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当大家都在讲说 日本要可能对中国的海警船 打第一枪怎么怎么样 大家比较在意是到底这第一枪 再调一调之后会不会打 实际上就是海警部门 他和我们说的海军 他有性质的不同 就为什么大家比如说美国叫海岸警卫队 日本叫海上保安厅 我们叫海警局 就为什么大家要有一个海警 实际上就是为了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 就尽量的不要那么敏感 如果你动用海军了 那你要是打第一枪 其实就是宣战 相当于就可能发生战争了 而且我们看呢 所有的这种海警部门 执法船 他所装备的武器 其实都是轻武器 或者是那种非致命的武器 比如说高压水炮 还有那种什么强音装置 就是那种像高音大喇叭 用那种噪音就让你受不了 比如说你可以达到150分贝 都能把这个对方的船只那个玻璃震碎 还有那种就是声音驱散器 就可以发出那种次声波 那种次声波也是会让那个船只很难受 他其实就通过这种手段 就是把所谓的违法越界的船只赶走 当然他也会有这种舰炮 但是这个舰炮呢 都不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的厉害的 不会是大口径的 可能都是小口径的 比如说30毫米23毫米等等 所以首先就是你这个执法船 你就是开了火 它的那个影响也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它的武力是有限的 相当一部分还是非致命武器 但是对这个武力呢 不能够做一个海军开炮 或者是发射导弹的那样一个 跟战争有关的一种解读 明白 对 所以我觉得在钓鱼岛问题上 日本的这种强硬态度 包括说它的海上保安厅可以开枪 其实肯定和美国的支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假如说它没有美国这个靠山 仅仅是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对峙 那中国现在的执法力量也好 还是海军力量也好 肯定是日本不敢就触碰的 但是有了美国 它可能胆子就会更大一点 就跟随您说的 因为有了美国它胆子会更大一点 那问题就势必变得复杂一些 对 因为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关系 其实是咱们都知道是很微妙复杂的 因为历史上咱们知道 它两个其实是真正的打过全面战争的 所以现在日本也处在美军的控制之中 所以它两个其实是一直是在很巧妙的互相利用 就是日本就想把美国拽下来 而且日本最想的是让美国和中国打起来 而日本真正想的 就是其实钓鱼岛也好 事实上这些对它来讲是个棋子 日本真正未来想的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东南亚 但是这两个点上恰恰是美国不会放手 让它去干 对对对 所以美国去盯它 一直盯得也特别紧 所以它两个之间的 这个就是咱们就看着就行了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 就是相爱相杀的 关键就是看这个中间会不会说 出现说这个控制失道 或者美国被它给添下水了 或者美国在放它的时候 链子松的太长了 就是这个是美国内部的日本问题专家 其实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 明白 就是其实在看美国在它这个问题上 是更强势一点 还是就是拉锯战嘛 那近期我们看到五角大楼 在一周之内已经连续次次发生 是针对中国了 那么美国国会现在是成立了一个 叫中国特别工作小组 那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特别的工作小组 它都是由哪些部门来组成 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它这个特殊小组呢 就是其实呢 就是一个呢 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些年来 中国问题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起居中越来越重要 包括美国说的亚洲政策 其实美国说的亚洲政策 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地理层面的这个亚洲 它中间很大一个程度上 其实就是主要针对的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这个问题 甚至他还把澳大利亚这些都包括在这个亚洲政策里面 也就是整个的我们看这个中国问题越来越重要的这个背景下 现在美国呢 它是形成了一些针对于中国的政策研究发挥它的旋转门作用 把一些不同领域和履历的一些研究人员给汇聚起来 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政策研究 包括它这个小组 它这个小组其实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它里面选择的那些研究人员 这些研究人员其实很多确实都是中国通 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中国所谓的这个中国这个语言出身的 就是说它这个语言功底就很好 其实它从19年以来它一直呼吁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重塑美国的这个联盟关系 在重塑联盟关系的过程中 它还特别提到了印尼越南和印度这三个点 所以它是特别强调是未来就是尤其是东南亚 包括我们说的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其实它也是广义的美国的东南亚战略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怎么把澳大利亚拉进来 以及怎么用它的话来讲叫做美国和印尼的关系 有名无实要让它有名有实 就是继续深化美国和印尼的合作 但同时又要提升美越合作的层级 那同时还要盯着这个印度怎么拉进来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基本构想 这个构想就是还是要立足于一个多国的一个外交联盟框架 不是说美国自己顶上来 这是美国现在的这些智囊们主要思考的问题 刚才我们关注了我国周边海域外军的动态 那与此同时在台当局的煽动下 岛内媒体直呼一场震撼力强过导弹军演的波罗风暴仍在发酵 2020年以来 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的波罗中 接获结益性有害生物 为从源头上防范植物疫情风险 海关总署决定自今年3月1日起 暂停台湾地区波罗输入大陆 然而台当局却将此事进行恶意 台湾地区所谓海巡署在东沙岛和太平岛分别实施所谓 全岛防卫火炮武器对海实战射击 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3月1日在南海区 展开围棋一个月的颜面 根据台当局的通稿 自3月3日开始 本月内将有6波火炮射击 专家由射程分析 可能为增程型雄风导弹和雷霆火箭炮 岛内媒体披露 东沙岛与太平岛之间的海域 被台当局当作理想的潜艇伏击区 可在战前发挥战略阻荷作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曾表示 我们正告那些台独分子 玩火者必自焚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的凤凰军机处 我们看到这场沸沸扬扬的 波罗的这样的一个闹剧 就是其实台当局不在自身上面找问题 反而是自编自导了这样一场闹剧 您认为它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 就是我们不进口它的波罗 它叫凤梨 其实是一个生物安全方面的考虑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虫害 这个虫害换了一个环境到大陆来 那有可能是一个大范围的传播 会对我们本土的这个波罗造成影响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消息 什么德国大闸蟹泛滥 什么澳大利亚鲤泛滥 都是因为外来的生物入侵 它换了一个环境之后 它没有天敌了 然后它突然间就爆炸了 所以在我们看来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台湾闹得这么厉害 就是我觉得台湾闹得这么厉害 背后体现的其实就是台湾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它的抗风险能力太大了 我们说4万吨波罗 其实真的不是很多 对吧 但是对台湾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 感觉好像说 什么一个台湾人要吃多少 这个军队要吃多少 我看有核算过 对才能把它消耗掉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 台湾这样一个很小的外向型的经济体 它实际上是任何的风吹草动 对它来说都会有影响 所以最近他们的波罗是超过了疫情这样的一些 就我们说的热搜吧 波罗一直在台湾当局是一个热搜上的排行榜第一名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它有滞销的农产品 那为什么每次会选择它的部队来进行内销呢 因为这个其实也就是刚才邵老师说的 首先它其实是一个空间纵深都很有限的一个地区 那么它其实它内销的渠道也很有限 所以说这个相对的最大的一个能帮它内销的就是台军了 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打台独的脸 尤其是这个民进党也好 还有其他那些就是这些年我们看这些台独分子 一直在就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这个经济交往的过程中 台湾人民是很大的一个受益方 但是这个台独分子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反而是这个吹嘘说 他们在整个的所谓的在太平洋上如何如何 他们如何要开拓外部的市场 但事实上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 他也解决不了而且说明其实他在其他地方还没什么事成 而且事实上他这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台湾的经济其实是下滑的 事实上这个在民进党的这个这种路线的这种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 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在很多地方他来要对抗统一 但同时呢他又拿不出来什么其他的办法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像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么台湾怎么办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可见这个民进党他其实无能 而且他完全没有说真正的站在台湾这个人民的这个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而且这个中间还挑拨离间还甩锅这个挑起大家的这些一些情绪 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现在是已经暴露了他们就对台湾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的让人可笑的 我们刚才聚焦完了他的波罗事件之后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他在海上都有哪些新的行动 那么近日呢台湾是在东沙岛跟太平岛是展开一个对海的实弹射击的一个演习 那么就他现在公布的时间跟地点来讲是跟我们解放军的这个常规的一个演习是有重叠的 那他这是往枪口上撞吗还是故意的一种挑衅行为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演练呢因为他是海巡署主导的主要是还是一个执法层面 我觉得他的层级不是太高 虽然好像跟大陆在PK那他毕竟是一个执法的一个演练 那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台湾中科院最近宣布要搞一个六次实弹射击 这个可能是能够透露出一些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信息 那根据他所宣布的就是他的实弹射击涉到的海域 那现在可以判断他可能会试射两种武器 一个是雷霆火箭炮这个主要是用来抗登陆 另外一个就更重要的是他可能要试射雄风2E增程型巡航导弹 那么雄风2E呢他的这个本来的射程是600公里 增程型呢是1200公里 1200公里就是他的射程就可以覆盖咱们大陆很多的地方了 用台湾的话来说呢就具备了打源头的能力 所以你看台湾中科院最近几年在武器装备的研发方面是非常积极的 不仅是频频的搞武器试射 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制造啊 那个制造啊 感觉好像在武器装备方面就更多的要走自主研发的路线 那我想这个可能和台湾当局总的这个政策路线 它是相匹配的 因为前些年呢 这方面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活跃 那现在呢不仅大量的从美国采购武器 而且呢还自主研发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动向 未来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南海周边海域的一个具体的军事走向 感谢大家来收看由情花粉酒独家冠名的凤凰军机处 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们将邀请在场的嘉宾 为观众朋友解答大家所关心的防务问题 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扫描页面下方二维码 进入我们凤凰军机处的专题页面 在评论栏上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 也可以呢为您所关心的问题点赞 我们将邀请专家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那今天我们就选择了五个问题 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就女士优先 然后让邵女士先选 那我就选第二个问题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问 美军死神型无人机不断改进 最近的升级时期具备了发射AIM-9X空空导弹的能力 无人机空战时代是就要来临了吗 突然间想到科幻大片了 各种无人机对答 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AIM-9X 他实际上呢就是死神携带他 并不是去打那个有人机 他实际上打的是无人机和直升机 那无人机和直升机呢 他速度都比较慢 所以他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 无人机带着空空导弹 去跟有人机进行这个格斗 然后呢把有人机击落 那至于说到就是 无人空战的时代是不是来临了 我觉得从这个现在来看 在某些方面其实是可以的 比如说去年的8月份 美国空军就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用机器就模拟飞行员和人类的这个飞行员进行PK 结果机器是5比0 就像我们现在说 人类的这个骑手下骑下不过机器 机器肯定赢 那你涉及到空战 比如说像这个机器 它的好处就在于说 它的决策很快 然后它可以储存大量的信息 而且它没有什么恐惧 也不会劳累 对啊 人是血肉之躯 所以这方面机器肯定占便宜 但是现在呢 制约无人空战的时代来临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无人机还不行 现在无人机速度还是比较慢 特别是它的机动性比较差 所以你说要是来个空中格斗 几下子可能就被有人机给忽悠了 那么另外一个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伦理问题 我们能不能把一个杀人的事交给机器 我们把它放出去之后 我们就再也不管了 它万一神经错乱出了问题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比 这个说无人机的性能来说 是一个更大的制约无人机空战时代来临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能不能放心的把这个任务交给机器 其实还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在这五道题当中 不知道您选择哪道题 我选第四道 好我们看第四道是 最近拜登的智囊团新增了三个成员 全部来自一个叫新美国智库的机构 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的呢 跟著名的兰德智库和布鲁金斯学会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智库呢 其实它名字是叫新美国安全中心 它是在华盛顿的一家智库 那么这个智库呢 它有几个特点 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个就是它和兰德 包括布鲁金斯这些传统学会相比 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会 它是2007年的时候才成立的一个新的智库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智库呢 就是它对外标榜 它说它是一个就是中性的一个不带党派色彩的一个智库 但事实上其实在美国都知道 它是一个民主党的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智库 尤其是像坎贝尔 它现在和拜登的关系又非常深 很多人认为它是拜登幕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智能 而且它现在又出任了 我们知道就是它叫印太协调员 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说它是把传统的东亚和南亚 这样的两个研究团队都归到他这来管 而且这个人呢被称为是美国的亚洲政策沙谎 那么现在明显呢 他们是想把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架接近拜登的团队 那么他下一步会和这个拜登内阁发生哪些反应 其实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点 我这想到一句话 他们是说特朗普是一个冲动性选手 但是拜登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手 我们也想持续关注未来这些智能团队 跟拜登政府会有怎样的一些新的举动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二位专家带来的精彩解读 也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给到节目的高度关注 还有我们的热情互动 那您正在关注的是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的凤凰军机处节目 青花粉酒为高品质生活代言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周二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